以往通常很多人的洛杉磯機場 現在基本上什麼人都沒有都空空的 我今天坐的班機呢 它就連那個貴賓室都沒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闆 我現在人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大家可以看到後頭可以看到機場基本上就是空無一人 那那個我今天剛進官還有在那個check-in行李的時候 基本上就非常快因為基本上什麼人都沒有 從來沒有就是洛杉磯機場是這麼空蕩蕩的 那我這次回台灣主要也是因為家裡有點失勤 所以要一定飛基本上一定要飛啦 那那個整次過程因為包括回去要那個住疫情飯店的關係 所以呢光前面兩個禮拜基本上就是關在飯店裡頭 什麼事也不能做所以我那時候也是一面上班啊 然後呢直到要關到差不多Christmas Eve 我才會結束喔 那到時候呢會在台灣再待一段時間 然後1月份才會回來喔 那基本上這次就跟大家在這邊分享一下有關這個疫情期間呢 你要怎麼樣坐飛機 然後飛機的機票價錢啊 然後還有等等那個台灣的這個目前的防疫的情況 OK好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現在的洛杉磯機場 基本上什麼都沒有 都空空 就連上頭的lounge大家看到沒都沒有開 現在可以看到沒有什麼人 現在我們在這裡看看 然後我們不會開玩 對我們在這兒子的旅行 然後在這裡就有很多人 我選到的旅程 我選到這個當中的旅行 但是你現在看到那個日子 都沒有像旅行 那是那些旅行 我選到的旅程 各位大全家 你好 谢谢 谢谢 登机了 今天飞机没什么人 反正看吧 你好辛苦了 14A的 14A的 14 因为一直的关系 就不是圈套 因为一直的关系 15己 谢谢 退路 最近 一边 飞机 好 Independence 請 elders 各位目前的旅客早安 後頭 大家可能是看不到 後頭 Literally 你一定要有當地的 台灣的號碼呢 然後呢一定要經過網上的那個申報 然後要收到一個簡訊 然後還要收到一個 呃...綠色的指標 你才可以前進喔 那基本上呢 這段時間你就要關在家裡 然後他們就要追你的手機號碼 呃...過海關很快啦 基本上你現在目前台灣 只有台灣護照給回來 其他國家護照就需要簽證 那甚至美國護照都需要簽證 觀光簽證不能用 那我現在已經過了 現在在等行李 在等行李 車子住Home Hotel 主要是因為我需要一個很快的網路了 的飯店 再下來呢 我就要在這邊待 14天 今天住101號房 再下來的14天 我就要關在這裡啦 一股狼貝啊 整體上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乾淨的飯店 缺點就是 沒有澡盆啦 但是淋浴是OK的 裡頭 裝潢啊什麼都蠻好的 桌子有點小 但還是OK 床特別大 我是一個人睡 那這次呢 呃...有空氣清洗機不錯 在...哎呀...這裡看不到101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啦 整體上房間就這樣 好 再下來 14天 好的 真的 沒法懂 那 超級水 嗎 二 沒法 二 那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